上前總統領導國家 那我一定會持續推動 國防自主 包括潛艦的國造 國造潛艦不只一艘海昆號 賴清德當選後要兌現政艦 推動七艘後續艦 傳出成本粗估超過2800億 讓國防部聽到都覺得嚇人 海軍規劃以15年為期程 採3加2加2量產 每一年半開工一次 但對比海昆號原型艦 扣除設計費 型艦廠房等 造艦成本約312億元 量產7艘潛艦 平均一艘成本超過400億元 怎麼量產艦比原型艦還要貴 那預算會增加是絕對 因為原型艦它對應要用 這麼高的價錢 那你像如果要後續第二艘 要採用離電池的話 離電池要研發 如果不研發要跟人家買 每個東西都加起來 它一定它評估可能需要錢 海軍對此不回應 只不過造艦費用的不合理 海昆號的金馬桶 就曾差點被框 因為馬桶需要靜音處理 代理商當時報價240萬元台幣 直到台船發現不符國際行情 和國內廠商研發 只花15萬就完成 還通過測試 不免讓人質疑 難道都把海軍當盤納 這艘原型艦如果沒有符合海軍的作戰需求 沒有辦法打仗 那它花多少錢都是假的 一點意義都沒有 其實它應該要先通過的是作戰測評 七艘後續艦若沒特別預算支持 海軍的錢包看來得要盡打細算 TVBS新聞吳俊偉李宗哲台北採訪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